世界变迁,科技发展,人类的生活热心热意,但是,健康长寿始终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,从今使黄追求长生不老要开始至今,人类对于长寿和健康的关注度从未下降,如今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与进步,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永生甚至从科学的角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。 众所周知,生命科学是研究人的生命本质,利用人自身的生命力与免疫力来达到疾病与促进健康的目的。 那么你知道,生命科学的产品与服务有哪些吗? 别out了,给你盘点了五个方向,以基因测序,所谓基因测序,就是通过基因的检测,能够准确测定每个人的基因排列组合。 从而知晓人体携带的遗传病基因信息,然后去此对身体健康进行管理,以避免爆发疾病,延年益寿。 现代医学证明,人类的疾病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疾病如癌症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,都是因为遗传基因和生存环境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。 比如糖尿病,就是以传基因因生活方式诱发的结果。 例如,中国人肿有较大比例携带糖尿病基因,但以素食为主的时代糖尿病人很少,生活改善以肉食为主后,肠道群群发生改变,糖尿病人群快速增加。 如果我们事先能对每个人进行基因检测,通过测试事先知道自己携带有糖尿病基因,就可以通对生活方式进行管理,以避免糖尿病的爆发。 对基因进行遗传病或突变检测,还可以预测今后发生相关疾病的风险,以制定对疾病早筛查,早诊断的处理方案,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。 基因检测不仅仅能预知疾病的发生,还能对疾病进行定性疾分级。 通过对基因的鉴定,可以检测出致且的变异基因,并对由此变异基因引发的病症对症下药。 目前,通过基因测试,了解遗传病基因,然后据此制定健康管理方案,和实施健康管理。 这项健康管理义务基金逐渐开吓并成熟起来。 通过基因和细胞的提取,收集个人人体的健康大数据,形成健康大数据中心。 根据每个个体不同的数据,由人工智能AI灵活处理,分析数据的应用方式。 为每个人提出自人定制式的健康管理方案。 二细胞储存,细胞储存也叫生命银行,即将自身健康的干细胞及免疫细胞,在超低温环境下进行存储。 在今后需要疾病或有健康需求,是为储库提供细胞资源。 储存细胞婴儿出生时的期待,胎盘,或在成年后的自身脂肪细胞,也可以抽取血液经过分离,得到健康的免疫细胞。 储存细胞能为疾病提供细胞资源,比如白血病血癌,就可以通过造血干细胞一直达到治愈。 但造血干细胞在自己患病的情况下,需要别人配行并捐献,配行的几率大约41万分之一。 寻找本身就如大海捞针,非常不易,即使能找到可以配行的人,抽取骨髓比较痛苦也有感染风险。 对捐献者其实也是一种伤害,在这个时候,如果您隐存有自己的细胞,即可以自己拯救自己。 细胞储存在方面的作用不仅仅是白血病,抗养病,老年痴呆的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。 健康方面,细胞储存还可以提供抗衰老服务,不仅仅是储存者,其整个血缘家族都可以使用您的储存细胞。 这比使用其他一体干细胞会更加理想。 三细胞健康 所谓细胞健康,就是只通过输入活细胞,要细胞保持年轻有活力的状态,又倚靠肌爱老,从而达到促进生命健康长寿的目的。 生命的过程就是细胞从结合到生长,衰老与死亡的过程。 如何能够保养细胞一直处于健康的状态? 万把就是通过输入其大干细胞培养而来的活细胞,使细胞进入体内后替代于有衰老细胞,同时分泌各种具有活性的细胞因子。 激活并修复自体细胞,使自体细胞恢复活力,通过输入活细胞,能达到改善神经系统功能。 提升睡眠质量,调节运动神经功能,机体更有活力,改善消化系统功能,吸收更全面,调节免疫功能,提升免疫力,保持年轻容貌的功效。 换句话说,通过输入活细胞,能睡眠改善,精神饱满,精力充沛,皮肤白如外和神仙通胎。 事实上,2012年诺贝尔生物学奖日本科学家的得奖成果,就是能将人类任何年龄的细胞回到零岁状态。 换句通俗的话讲,就是说我们已经打破了人越来越老的传统阵致,可以让人越活越显年轻。 细胞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方法,包括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的集细胞免疫。 细胞免疫已被美国科学杂志评选为人类的十道发明之一,而且排名首位。 当今医学发达,但还是有很多现代医学,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。 细胞为医疗领域,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方法。 干细胞即在生医学,在经过十几年广泛的临床实践剂证明安全有效。 以癌症为例,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内的细胞癌便天天都在发生。 正常人之所以不发生癌症,主要是我们身体内有一个强大的淋巴T细胞免疫系统。 癌细胞一出现就被它消灭,所以不会危害生命。 当肿瘤发生时,肯定是体内免疫系统出现漏洞, 导致体内仍有淋巴T细胞未能及时清除肿瘤细胞并集结成肿块。 此时脚体外培养的已经活化的淋巴T细胞回溯体内重建肿瘤免疫系统。 发现病攻击癌症细胞,就可以从根本上癌症。 事实上,细胞几经在传统医学不能解决的疾病领域, 如哈金森病、红巴狼疮、糖氧病、肝肾损伤和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,展示出美好的前景。 物细胞美容 细胞美容是生命科学发展, 延伸的一项新业务。 传统的美容主要是化妆,本质上是一种外部修饰,难以达到满意效果。 整形是一种手术的物理方法,对身体有一定伤害。 细胞美容是通过细胞注入,直接对皮肤或其实体部位进行修复改造, 再配合一些微整形医疗技术。 既有类似化妆那样逆干见影的效果,对身体没有大的伤害,又能持续玩美容颜。 细胞美容技术在发达西方国家,包括亚洲、韩国、台湾等应用相对广泛与成熟。 一脸部皮肤活理位力,通过活细胞培养,后用滚针浸透皮肤吸收。 较短时间内就能使皮肤细胞得到激活,修复与塞造,达到皮肤去皱嫩白的效果。 细胞美容技术还可用于软组织填充,如乳房、臀部填充。 在乳房内直接注入脂肪细胞,让乳房变得丰满美丽。 效果这普通风生手段更为安全理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